驚嚇海域事件之後 支持海巡捍衛海疆 總統蔡英文在今天主持了 嘉義級巡防艦第三艘雲林艦交船 以及第四艘台北艦命名下水聯合典禮 副總統賴清德也出席參加 這副總統同台登船 也是歷年國造船艦交接儀式當中的首艦 而總統蔡英文為第四艘 四千噸級巡防艦命名為台北艦 他也強調將持續挹注新造海巡艦艇 扣植海洋巡防能量 捍衛藍色國土要守護國人的安全 揮揮手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賴清德 共同登上加一級四千噸級巡防艦 在今夏海域事件後 政府總統雙雙出席同台 也是歷年來國造船艦交船儀式中首艦 展現對捍衛海疆的高度重視 這是海巡署頓位最大的艦型 也將給海巡更堅強的力量 那麼今天的典禮也代表著國艦國造的腳步 持續的向前邁進 海巡署四千噸級巡防艦雲林艦正式交船 雲林艦擔服捍衛南高坪洪湖海疆安全 緊接著進行下一艘同級艦命名指品儀式 海巡署委託台船造四艘四千噸級巡防艦 同級艦級別建議首艘嘉義為名 不但是海巡歷年等位最大更具有屏占轉換功能 配備陣海火箭彈 機炮等武器系統 射程120公尺的高壓水炮 無人飛行載具 而海軍反潛直升機 空勤總隊黑鷹直升機可降落甲板 也配有負壓隔離病房等完整緊急醫療設備 宛如海上夜戰醫院提升救援能量 預計到2027年的十年之間 打造一百四十一艘總噸位超過三萬三千噸的 新式海巡艦艇 海巡艦艇國艦國造可以帶動我們 國內造船產業鏈的發展 預估可以達到一千億元以上的產值 國造國艦是發展海權關鍵力量 新式艦艇陸續就位捍衛藍色國土 現在是馮浩宇 台北高雄 眾報道 民視為和抗議人士一點 既然明天打造 既然明天測艇陸續就位 既然明天安 都行